又今天早安你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1月24号 星期五天气还不错呢 赶快来问一下气象主播 韩音 韩音早 燕迪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天气其实还不错 会是一个出太阳的好天气 不过说真的 其实感觉不太出来 因为早上在新屋还是好冷 多少度啊 我们把线交给你 好 那今天寒流开始减弱 不过早上大家都有注意到 还是真的蛮冷的 那今天早上的最低温 就出现在新屋来到了6.9度 那么像嘉域地区 昨天有出现6.8度的低温 今天稍稍回升 来到了8.3度 板礁地区8.6度 新竹来到8.7度 那其实全台 今天低温状况都在10度左右 甚至在10度以下 真的还蛮冷的 但是今天出门的话 就提醒大家 我们要采洋葱式的穿法 因为到了白天 温度是会回升 到时候才不会感冒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其实可以看到 今天跟明天 最主要都是出太阳 晴时多云的好天气 而且也不会下雨 都还蛮适合出去走走的 那么温度方面呢 今天北部地区 白天的时候 就会回升到23度 中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 大概是24度到25度 感觉上感觉还蛮温暖的 但是要注意就是呢 早晚的温差都是非常大 甚至都来到了10度以上 那么也提醒大家 千万要注意保暖 那也要注意身体状况了 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封面通过 加上新一波的大陆冷气团报道 所以可以感受到 礼拜天的时候呢 水气增加了 包括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 提醒大家 到礼拜天出门 就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且呢 温度也会稍稍下降哦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么这两天的话 其实可以好好把握 都是好天气的状况 那我们再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金融市台北市 新北市地区 11度到23度 降雨几率是零 再来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10度到23度 降雨几率是零 接着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9度到23度 降雨几率是零 云林加一台南地区 8度到24度 降雨几率是零 高雄 澎湖 平洞地区 10度到24度 降雨几率是零 接着宜兰 花莲 台东地区 11度到14度 降雨几率是零 外岛 廉江 金门地区 8度到19度 降雨几率是零 那么今天礼拜五 来关心旅游气象 那么今天的寒流减弱 但是早上也是蛮冷的 提醒大家早上要出门的话 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 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农民历 今天来到了农历的12月24号了 那提醒饭冲的朋友 属牛6岁还有66岁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哦 那今天适合做的事情呢 除了像是祭祀 打扫家里跟修准房屋之外呢 其他事情 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燕迪